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8月31号礼拜三 台股今天下跌41点 所以900068点 量能有点放大855亿元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是8月31号msci 调降台股全值比重生小日 没错 今天在最后一盘爆出166亿的量人 所以让大盘今天成交量是855亿 如果扣掉最后一盘166亿 事实上我算一下 等我一下 855减掉166 那大概是689 那689平常的最后一盘大概是560亿 我们算60亿好了 所以今天大盘成交量大概是在750亿 好量说 那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想跟你了解概念 好 第一个 昨天是摩台结算的日子 但是昨天是收平盘 好 怪怪的吗 好 我们昨天说 这个盘是只有一个字 就是怪 好 因为外资现货买超几千亿了 因为外资在期货也不 7万多口多单 8万多口多单 好 实上创新高 所以 昨天摩台结算本身就怪怪的 好 今天今天是礼拜三 今天是周选择权结算日 很好玩的 好 今天又是跌 我想聊的是说 你今天是外资 他在起货现货前面做多的情况之下 昨天摩台结算竟然是收平盘 今天周选择权结算竟然是跌的 好 就是怪怪的 好 待会儿我们去跟你聊 好 待会儿我们去跟你聊很多东西 聊iPhone7 即将发表 聊热声 热声今天 晾灯 跌停 挂 16160张 即将为卖 好 我记得 8月初的时候 应该没记错了 我记得在8月初的时候 宝可梦 在台湾 应该是说在全球 一开始宝可梦带动起来 好 从7月中旬到后来8月初 台湾是8月初下载 好 很多人说 线上游戏概念股会受贿 会受贿 我就觉得这个逻辑怪怪的 好 当然热声的跌 当然是跟日本厂商 白痴肝头有收购 这个有关系的 这不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 而是说 当初在7月中旬 8月的时候 全市场告诉大家 宝可梦下载这么多应该带动 线上游戏概念股 我说这个逻辑错的 你应该是被排挤 你应该会被排挤 因为大家上网的时间 你能够一天打电动的时间 你能够 应该是说每个人时间都有限 那你怎么可能当所有的人都去玩宝可梦的时候 那你这些线上游戏概念股一定会被排挤 所以你看线上游戏这一波 怎样上去怎样下来 那GPS这个就不用再谈了 我觉得 在别人的伤口上去撒烟 我觉得真的没有意义 所以我不会去跟你讨论说 GPS是如何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说 量说无主流 量说相对而言它也出标股 那是一体两面的 因为 现在排面上没有主流 那没有主流 我只要小型个股 我能够狂拉的话 尽量拉的时候 市场它就赋予它比较多的注目焦点 那赋予它比较多的注目焦点 你就看到最近来讲的话 告诉你有亏转赢的 或者那股本 三亿五亿十亿的狂飙吗 我还是想跟大家聊 操作这种股票 基本上 不会让你有钱 因为你不敢重压 那这种股票 怎样上去会怎样下来 到后来就会没有量 像我举例 GPS今天成交量 3431的长天 今天成交量189张 3499的环天科 今天成交量260张 好 3360的顶天 今天成交量344张 我今天是跟你讲成交量 我不跟你讲价格 价格是怎样上去怎样下来 所以盘整盘 你说 老师既然 大型股不动 那我就做小型标股 那 我不能说它错或对 那是每个人的选择 因为它牵扯到你的个性 牵扯到后来就是你的 你的心态是如何 像有些人他会觉得近期股票难做 好股票难做 我就去做期货好了 我就去做选择权好了 我还是想强调 主管机关他会去发行 不管是期货或选择权 或个股期货或权证 每一样金融商品的今天被研发 一定有他当初研发成立的理由 那都是正面的 但是任何东西一体两面 你没有那个工夫 你不要吃那个下油 简单说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觉得股票不好操作 好我去做期货好了 我不能说他错 你有功夫当然你会在期货赚到钱 你没有工夫 那只是你每天被帮来帮去而已 真的简单 简单说就是这样子 你有功夫对你而言 那就是一个赚钱的利器 你没有功夫 人家告诉你一天可以赚一千点 你相信吗 怎么可能 这个就跟我们认为 股票怎么可能每天都智智涨停板 股票怎么可能每天都创新高 但是当人家告诉你的时候 你愿意相信的时候 可能就是你的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贪 讲难听一点就是这样子 那到后来 股市到后来就是 你跟你自己的战争 你克服不了自己的贪念 那你就被洗走了 就这样子 那你就最高杀低 真的你会觉得很可惜 你会觉得这么多 年轻有为的年轻人 他可能才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他可能才四几岁 那好不容易存个三五十万 三五十万五六十万 结果最近在操作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过程中 整个都吐掉了 你会觉得很难想象 你会觉得 大盘不是在九千点到九千一而已 盘整而已 相信整理高出低进 高出低进来回操作 事后马要怕 事后看图说故事 每个人都会解盘 在当下一开盘 收盘 我常讲一句话 收盘 收盘了 事后诸葛亮 盘中呢 盘中诸一样 事后每个人都会解盘 盘中一开盘 被扒来扒去 一天可能被扒两次扒三次 那就看你个人 到后来就是你的内在稳定度 功夫好不好而已 好不好 所以 开始 来了 我的习惯 还是一样 请你把八月关键转折报告拿出来 明天即将开出九月多空关键点 好 所以八月关键转折报告请拿出来 过去不管你听我节目 三个月半年 一年两年 好 我都会让你验证 对或错 可以接受公平 我还是那一句话 我林红相会对 我林红相也会错 但是我只有一样 我不会说谎 我不会虚伪造假 我不会昧着我的专业知识 我不会昧着我的良心 去跟你做生意 就是这样子 好 那你问我说 老师你去坚持这些有什么东西 你去坚持 我跟你讲 你去坚持一些无形的东西 他到后来一定会去feedback在你身上 那他一定会在你人生的某一个时间点去做一个很大转折 我只能这样讲 你听我正身广播电台 听半年 一年两年 我错最离谱一次 就是这一次 350点 好 没错嘛 我这样讲好了 去年从10014跌到 跌到多少 7203跌2,800点 我有避开 真的啊 我有避开 我可以很自豪 我讲我有避开 从7203那时候市场很多人 有多翻空 跌2,800点 有多翻空 你会觉得很离谱 结果被嘎到8,840点 8,8,7,1 被嘎到8,8,7,1 8,8,7,1 马英九跟习近平马习惠 那时候我们也带你卖股票 你听我节目那么久 我最离谱最离谱最离谱 大概错350点 老师 你最离谱才错350点 很多人错了可能500点 800点 1000点 满满都大人在 我可以很自豪告诉你 我这 这过去几年了 我错最离谱一次是350点 好 那说真的 我觉得错350点 也蛮好玩的 第一个 当然我去检讨自己 为什么在哪边看错 那看错的理由是什么 我该如何去修正 这第一个 当然是我要对我自己检讨 看错350点 你也会感受到 能情能软 事实上 我这样讲 你在瞬间的时候 瞬间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到能情能软 你在逆境 一定的嘛 你今天你在工作低潮 或者你今天在你人生低潮 你才知道哪些是听你的朋友 那都是一样 股市其实就是人生 那这个没有什么多大的 需要多大的道理去解释 好 8月关键转转报告 请你把资料拿出来 8月多空关键点 90008点 好 拿过关键转转报告的人 应该都知道 站上多空关键点 偏多操作 好 跌破多空关键点 保守操作 站上多空关键点 他会去挑战第一个目标区 第一个目标区如果站稳 他会挑战第二个目标区 没错吗 好 8月多空关键点 9008 站稳 他去挑战第一个目标区 第多少 9255 9255点 8月的最高点 9200点 差55点 差55点 老师 你港湖没好 你以前港湖差不到10点 现在港湖差55点 不然你自己来写 不然你自己去预测 9月高低点如何 真的 如果你那么厉害 你自己来写 就这样子而已 我讲的是事实 跌破 8月多空关键点 会下探第一个目标区 8666点 事实上 如果你有仔细看盘 8月份大概就是 盘中跌破 收盘把它拉起来 或者今天跌破 就把它拉起来 他在户8月多空关键点 天底下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大盘已经攀了 将近一个半月 所以即将表态 他总不会不表态 一定会 要么就9月表态 要么就10月表态 他一定会表态 所以9月多空关键点 他就很重要 我讲的是事实 9月多空关键点 站上片多操作 跌破9月多空关键点 阿里拜 外资现在买超几千亿 期货部那么多多单 跌破之后 他反手卖出来 那卖压就很大了 所以家属朋友 9月多空关键点 是我们接下来操作 很重要的准则 好不好 讲完了 开始来讲 今天节目的焦点 我今天想跟你聊 iPhone7 今天想跟你聊 Note7 今天想跟你聊 所谓的线上游戏 概念股 各位亲爱的朋友 热身 我们就不需要在 伤口上撒言 然后这一波 线上游戏 概念股 算是跌满凶的 从7月宝可梦的 所谓的推出 然后8月初 台湾开放下载 你去看热身 华裔 网融 你看一些个股 真的有空去看 这些个股 怎样上去 怎样下来 有的甚至还破跌 你像辣椒 玉钱 橘子 怎样上去 怎样下来 你问我心态是如何 我不想跟 我不想在伤口上撒言 那我只能说 我在关注 我在注意 为什么 暑假开学的 那时候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你怎么会在8月 拉线上游戏 概念股 你都已经要开学了 你要拉 应该也是 5月6月拉吧 5月6月拉 那你才是 长真的 没错嘛 我们的逻辑是对的嘛 所以 我现在你问我 对线上游戏概念股 很好啊 就开始跌啊 跌越深越好啊 因为 寒假钱我要买回来 我今天讲 key point 寒假钱我要买回来 你这波跌越深 就是你未来 寒假钱的买点啊 所以你问我 线上游戏概念股 老师 这个礼拜才开学 今天才开学第三天 今天才拜三年啊 礼拜一才开学 你告诉我 寒假钱你要买回来 对啊 那你要心里有底啊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大概四个月后 五个月后 记得买买回来就好了 我就看你 能不能记得啊 记得你就买买回来 记不得就算了 但至少 赚时间 你可不要去 逢低沉接 逢低沉接嘛 至少你不要去摸底 观念是这样子嘛 只是当初我们 对于线上游戏概念股 我们比较保守 的理由 希望你记得 因为它拉的时间点不对 因为它是拉二线股 我当时就说 你应该拉龙头股 你既然是拉二线股 所以 你并不是开大门走正路 我们跟你讲 观念你可以慢慢去验证 验证到后来 你就知道 我们的逻辑是对的 所以股市 你想比别人 或者 长久 你想比别人 赚得到更多的钱 不是来自于你对标股 你掌握多少标股 很简单的标股 今天掌停板最强的 明天你去追 你就能够赚到钱了 讲不要直接一点 就是这样子 你把今天最强的 掌停板个股 我例如想好了 2358的延薪 4956的光宏 3708的 那是上围控股吧 然后6226的光点 2349莱德 罗森 8374罗森 F 鲜活 1256 或者是5259的清晦 你把这些最强的个股 你敢把掌停板掉出来 今天掌停板掉出来 你去追就可以了 但是它不会操作的 操作的方式 那除了跟你讲 热身还跟你聊 iPhone 7好了 iPhone 7会有什么新功能 目前市场偏向保留 因为大家认为 Apple会在明年 它推出10周年的时候 去推出它的 最具代表性的计划 所以今年iPhone 7 可能不会有多大亮点 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 那我只能告诉大家 如果iPhone 7只是换机壳 换面板 那换双镜头 对iPhone 7真的 不会有多大亮点 因为这些 在其他的手机 应该已经有了 但是对台湾的 这些代工厂会很辛苦 因为它砍单又砍价 砍单 因为它销售量没那么好 那砍价 是因为它把毛利率压低 台湾这些代工厂 毛利率压低 所以对我们是真的 会越来越辛苦 好 那讲到iPhone 7 你就要讲到 Samsung Note 7了 Samsung Note 7卖得太好了 不管是红膜辨识也好 所以这一波4956的光红 因为市场赋予认为 光红切入到Samsung Note 7的这些 红膜辨识 有没有切入我不知道 说真的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来讲的话 如果就所谓的 红膜辨识这一块 台湾在晶电 在LED经历这一块 应该还是2448的晶电 它是最具有基本面的 虽然市场说光红几下晶电 登上LED晶片王 但是凭心而言 你今天在台湾 我们今天讲就说在LED这一块 这一块的一格 还是在2448的晶电 如果你今天是要买红膜辨识 你今天是要买所谓的 IR UV LED这些立基型的 来讲的话 原则上 我个人的看法还是 龙头股 晶电 它的基本面会比 光红来得好一点点 这是我个人的解读 好 那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 现在Note 7卖得太好了 Samsung Note 7卖得太好 Apple也即将推出新机 所以对红达电 绝对是利空 如果 你是要买手机 这一块 这个题材 对红达电 绝对是利空 所以红达电从104.5 跌到今天82.1 收盘价85块 如果你是要买手机 对红达电真的是利空 但是如果红达电 这一波跌下来 它是手机的卖点 但是它是虚拟实境的买点 所以就看你 你对红达电的解读是什么 你觉得红达电 我举例好了 像最近来讲的话 6209的金国光 长蛮凶的 6209的金国光 长蛮凶是因为 它切入到所谓的 Sony的 Sony的应该是说 PS游戏机 好 那现在Sony的PS游戏机 要量产 所以金国光 长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今天想聊的是说 虚拟实境这一块 我想大家知道 它不是只是在游戏而已 它跟过去的Win不一样 所以在医疗 教学 或者是商业新闻 或者是很多研究 事实上虚拟实境 它的想象空间会比 过去任何的 手机也好 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说PS游戏机 Xbox 或者是任何的 应该是说 过去高科技产品 例如像 我们举例好的 手机也好 它的想象空间太大了 所以 如果就虚拟实境而言 看你要如何去解释 解释什么 解释 宏达电 如果你是手机 那我只能说 它一定是卖点 所以它从80块 这样不断盘叠盘叠盘叠 开始盘叠到今年80几 但是如果你是 看上虚拟实境 那这一波宏达电 也许会大跌 也许跌得很深 跌到多少 公开媒体 我们不能去议测 但是在上个礼拜六 家族朋友的 所谓的中介技术分析班 筹码转换 我们曾经去讨论过 这个议题 这一波的宏达电 真的拉得很深 那是虚拟实境的买点 所以 我想 就看你 看你懂不懂的 高速低进 来回操作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去聊 我说这一波电子国 比较不是那么看 我觉得两个题材 你应该留意 英雄跟狗熊 只是在一线资格而已 一个是双镜头 一个是太阳能 那这是我们下半段 要去跟大家聊 那希望投票去 好好去体会 为什么我在讲 我说投资理财 只是在那一瞬间而已 你能不能成为英雄 或者你是狗熊 就是在那个转折点 转折点 你能不能主体成功 你能不能V型底 W底 或者三重底 就是在那主体过程中 你能不能掌握 那关键 拉出关键藏红 做出来 恭喜你 你又空翻多 做不出来 不好意思 你主体不成反城头 再杀一波 就这样子 所以 讲到这个 我就体会蛮深的 那这我们下半段 再跟大家去分享好了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先进广告 电话 022570 5657 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把握 我林鸿巷 绝对心理 投资入赏 值得信赖的 好朋友 好不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图故 林鸿巷 下半段大概剩下 四分钟 我们简单 二要复习 上半段的内容 好 近期我们说 我们对于电子股 比较保守 那有两个族群 你可以去留意 一个是太阳能 一个是双镜头 好 双镜头现在开始 在普及了 好 所以双镜头 在人类未来的 高科技产品 不管是汽车电子 好 你说汽车电子 你为了安全性 那不是双镜头而已 六个镜头 十个镜头 二十个镜头都可以 未来机器人 无人飞机 或者手机 它一定越来越多的双镜头 并不是为了3D拍照 而是因为 你可以测量距离 这观念我们讲过很多次 好 那现在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的手机 或者是很多 假设万一 Apple真的也用双镜头 这个只是加速普及而已 台湾很多 台湾很多 例如我举例好了 大力光 308大力光 当然可以 它会做双镜头 好 那你说 3059华晶科 它也会做双镜头 3406玉晶光 它也会做双镜头 3428光耀科 它也会做双镜头 我们这样讲好了 Samsung它用AMOLED面板 好 并不是友达奇美 或者任何一家公司 都能够去做AMOLED面板 所以你切不到 因为人家拿到专利权 但是你就说 AMOLED可能 台湾台厂 可能就慢慢被边缘化了 所以你去看 大家告诉你的什么 友达10年最大的光景 群创这20年来最大的光景 但是为什么股价没有继续创新高 因为人家Samsung 已经在发展下一个次代了 那我们还是在用积极发展旧式单 那当然AMOLED能不能全面取代 TFT LCD这个可以讨论 但是你不能否认 Samsung至少它技术比你厉害 比你更新一个次代 那今天讲聊的是说 所以你在AMOLED这一块 台湾它就看不到吃不到 你就被边缘化了 但是双镜头不是 双镜头我们有这个实力 大力光有这个实力 华金克的这个实力 光耀克的这个实力 它是看得到吃得到的 那现在一个很微妙 他们股价破底 股价破底 你就是你能不能先于翻真 你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你能不能利用半年报的财报 利空出境 然后利用 Apple的手机的发表过程中 然后我去拉出关键藏红 我能不能掌握这个时间点 形成技术分析所谓的破底翻吗 我能不能形成技术分析 所谓的利空加速管底 形成底部吗 那等到它形成底部之后 我再把月营收 8月营收把它撑出来 再把9月营收撑出来 再把10月营收撑出来 那你就可以让均线 由盖头反压 慢慢形成助长 调话意思 咦的道理啊 什么 太阳能也是一样啊 太阳能今天 事实上今天有利空哦 因为 政府对太阳能接下来补助 可能会减少4%到7% 但是太阳能今天涨哦 为什么 很简单啊 有点利空 加速感的 利空出境的 味道了哦 调话意思 好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 各位亲爱的投票 双镜头 在宏达电在2014年 它就推出了 但是那时候市场 对这个觉得还好 好 因为觉得相机的画素 并 并不需要到双镜头 但是等到现在 你可以觉得这个 慢慢去做普及了 好 太阳能也是一样 太阳能现在已经有 8月15号财报的利空出境了 再加上现在市场 告诉大家的 供给大于需求 股价应该要破底 但是并没有 反正在这边撑得住 所以你就要留意 英雄跟狗雄 只是在一线之隔 那我们有叫你去摸底 我是建议你可以 把它纳入自选股 在纳入自选股过程中 你去看它的量价关系的调整 去看它均心的调整 看它能不能利用利空的 淬炼过程中 去逐出V型底 W底 甚至三重底 就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 我今天最后想利用 一句话去做 恭喜王建民 王建民今天 投得非常棒 近期王建民的投球 算是非常好 老师你跳得太离谱了 从股票跳到王建民 真的 我是希望大家 对自己也要有信心 在别人看摔你的时候 你更应该去努力争取 好不好 时间关心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5657 就祝福你 操作顺利 我们 明天见 拜拜